大家好,我是艾云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金岩爱谷18-25-10-14 元神那塔全宝箱加火神童 加拳任务加陶侠加成旧家探索度100% 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现在来到龙绝坡 左上方这一个传送点 然后传染之后 朝着西南方向 地处左下方 这里来到这个围栏之后往前飞 在前方这个始祖上有一个火神童 好,剪血之后 南方向地处下方 在这个台子上有一个 这个死盒子 好,然后在这个底下这里有一个龙 我附着一下 拉附着之后勇气 东方向地处右边 在这个木板的背后 在这里是有一个装置 这里我们点击住染素 然后我们就要排下这个扶梯 向上爬 好,爬上之后在这里有个虫洞 把这里穿上来 那它上来了之后 在这里是地上是有两个 这个地震波啊 这一个左边是一个摩拉箱 好,我们要在地上 在地上攻击 然后右边这个是宝箱 好,然后左边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蛇子 那剪血之后我们再 从这个雪崖这里跳下来 在下方这里有一个 镇鼠宝箱 青王怪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西南方向 地处左下吧 有风力啊 再前往这里有一个长颈鹿 在这个长颈鹿底下有一个火神筒 这个火神筒之后 我们再吊柴下这个苦种 然后它会踩一脚 好,踩到之后会有一个成就 还有一个宝箱 那开启之后 我去西方向 地处左边 写完这里有两个长颈鹿 我们来左边这一个 左边这个踩了之后 也有一个宝箱 所以来到这个底下 先剪这个特产 把它踩一下 好,然后宝箱 然后保安住 在南方向 地处下方往前走 开启完这里有一个 镇鼠宝箱 来,清一下 清王怪 来,然后宝箱 来,然后宝箱 然后保安桌 在这里 旁边有个绿色这种符文 我们这里拉踢 好,这里可以变成另一种这个形态 长得有点像狐狸 好,这里我们先抬头 在这个花的位置这里 有个像四叶眼的东西 我们直接按下1 好,可以勾 好,紧接着我们再往西方向 地处左边 那这里有个火神通 沿起之后 我们站在这个斧梯这里 然后继续往南方向这里抬头 这里踢一下 好,推着我们再左转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战技啊 用战技的话跳一下 可以自己可以勾一下 好,先勾到这个木桩上方 在这里有个珍贵宝箱 好,剪起之后我们这里 先变成人的形态 出来 摔中我们打开风 这里再往下降 在下方这个枯树底下 是有一个石盒子 拿它剪起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在这下方空中有个火神通 然后再前往这个瀑布底下 有一个石盒子 好,然后我们再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这里沿着水路一路往前走 好,再前往有两处瀑布啊 在左边这个瀑布底下 有一个石盒子 好,然后在右手边这里 我们现在附着一下这个 附着一下这个湖里 附着之后我们这里抬头啊 在这个瀑布上方 往后退一点 有一个四叶印 你拉上来 好,拉上来之后 我们再撞向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这里走过来 好,再前往这个瀑布上方 有一个火神通 那捡起之后 东方向地图右边 在这里有一个 有一只鸡啊 这是我们这个区域的仙林 好,再前往这里 还有一个长尾鸡 这长尾鸡抚磨之后 有一个这个 哎,一个宝箱 好,然后我们再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这里继续跟着这个鸡 然后前往这里 还有一只长尾鸡啊 那这里也是一个摩拉箱 好,然后我们继续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鸡 给它送过位 好,过位之后 我们拿到宝箱 然后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这里靠近这个发光的这个符合 然后点击这个闪光点 点击进入 这是我们最开始的这个秘境 好,可以获得一个成就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我们要追一下这个龙 追在这个地龙 好,然后出发剧情 对话完之后啊 然后我们得开这个任务追踪 好,这里我们要 得到右上方这个回身之子 右上方这个传送点 然后朝着西方向地图左边黑边 不必匆忙 往前走 所以我们要 找到这个小孩 自己跟他对话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 那我们先把这个任务 先推到这个阶段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